然後把這個公式再複製一下 貼到後面來 把8改成9 打勾一下 他的名字呢 就查出來了 所以將來呢 我要把帳單給誰 這個人 他住幾號房 他住在 一樣 根據他 去查他的幾號房 所以幾號房呢 是在第F欄 那應該是第六欄嘛 對不對 ABC6 OK好 那我們如果第六欄怎麼查 最快 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取消 在這邊貼上 把它改為第六就好了 這樣最快了 打勾 少了個等於 OK 372 好 全部查完了 住幾晚 你可以用 中間這個 所以你可以算 123456789 第九個字 取一個字 然後再 減掉1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應該沒問題 因為前面是幾天 那你扣1 就是幾晚了嘛 對不對 那或者是第二個 這邊 Check out 減 Check in 那就是把第五欄的資料 減掉第四欄 也可以啦 兩種反正你自己選一個 那我用 等於 我用那個第二種方法 第五欄 因為其實其實只要貼一貼就好了 好 減 第四欄 感覺好像第二種方法 比較簡單 但是 長度比較長 好 OK 兩種方法 我想各位都可以試試看看 Price 這個Price 比較麻煩一點 好 因為要去查它的 縮寫 加一個DASH符號 加一個哪個房號 多少錢 要把多少錢 帶回來 所以我們 第一個 可以分兩階段做 它等於 這個 插入函數裡面 我要去抓它前兩個字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 文字裡面的前兩個字 Labs 這個字串裡面的兩個字 好 然後按確定 其實你抓三個字也可以啦 剛好一個DASH 好 不過我們DASH後自己打也可以啦 都可以 AND 這個 應該叫我們念- OK - 然後AND 什麼 打勾 有沒有 確定一下 它的 哪一個飯店 哪一個房間 可是這個不是Price 用它 去查詢 好 OK 所以我們